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大冬瓜 人请来了 小王 郭兄爷有事找你 兄哥 什么事啊 汪震宇真说要杀我 宇哥说了 挥勒斩马苏 挥勒斩马苏 听见了吗 我是马苏 宇哥是怎么说的 怎么样 我没瞎说吧 我跟你说的事 你跟他说了吗 说了 宇哥说 是过于看着你了 宇哥还说 熊哥仗义 是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 是吗 你们说这干嘛呀 闭嘴 你 宇哥还说 说熊哥 宇哥是条热血的汉子 是我让他们失望了 是伤心了 要不怎么说 挥勒斩马苏 刘国兄 你叫洛孝望来是说这个的吗 闭嘴 大总监 大总监 不是 你说找我有事吗 他 他说有事找你商量了 熊哥 是这样吗 小王兄弟 你回去告诉冯震雨 还有赵司令 就说他们都是我佩服的人 我犯的事我自个儿看 要啥效果 随便 不就一条命吗 刘国兄 你 你看我理你呢 好 你们聊 我熊瞎子 我熊瞎子 就是杂锅卖铁 拆炕卖习杀 我也不会出卖哥们 你回去告诉我一口 要想在金龙山待下去 拉住草生飞 除掉张家东 我会找靠的 好 二鸭怎么样了 总算平静了 崔花 如果这事在游击队 会怎么处置 枪毙造势者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通匪强奸 在游击队 都是最不可赦的 那就 那就没有人闹吗 谁敢 是啊 记录 在纪律面前 谁敢越雷池一波呢 可是 可是我们 雨哥 你是在担心草上飞吗 赵大哥是一方面 他虽然嘴上同意了 他心里能服吗 再说还有这么多的兄弟呢 可是这事儿 我们不能含糊 我知道 杀一锦百 几百号兄弟 如果都不守规矩的话 早晚会出大事的 雨哥 我知道你不想杀他 是的 且不说他是赵大哥的爱将 打从他上金龙山的第一天起 他是我眼中最看重的 是这两百多号人当中最有前置的 如果我们要改变这支土匪队伍的话 他的成败是全盘的 你这么看重他 是的 雨哥 雨哥 他叫你去干嘛了 说让我和刘国雄对峙 对峙 对峙昨天晚上的事吗 是 结果张家东 让雄哥给骂走了 雨 雨哥 刘国雄咱 能不能不杀 杀 什么 刘国雄必须要除掉 你小子出尔反尔啊 司令 我是想给他一条生路啊 他偏要找死 他怎么自己找死了 是方振宇要杀他的吧 没错 可他还向了方振宇说话 这话怎么讲 那我就明说了司令 刘国雄 骆小望 应该是跟那个姓胡的在串通 而刘国雄是知道这件事的 他怎么会知道呢 那天我恰巧路过 正好看到刘国雄和骆小望在聊天 两个人匕首画脚神神秘秘的 就我推测的话 游击队一定是在拉拢 刘国雄 而刘国雄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也只好同意 现在留着他 早晚是个危险分子 这样的叛徒 一定要除掉他 坦白地说吧 强奸民女不一定是死罪 但是要是串通游击队的话 那就是非死不可了 凶侠子不出来作证 你就要枪毙他 不是我要枪毙他 司令 你也该枪毙他呀 什么 这不就是魏严吗 脑后有反骨 天生就是个叛徒 赵司令 今天呢 我就把话说明白了 我长官是我的上司 他的军衔是上校 司令你只要听我的 我保证你前途无量 所以 杀掉刘国雄 除掉吴翠花 关键时刻 不能犹豫 司令你是不是担心方振宇呢 其实只要方振宇摆正位置 坚决不跟吴翠花他们一伙 我们还是会重用他的 熊侠子这个王八犊子 司令 司令 你真要枪毙熊哥 关你们屁事啊 有事没事 没事山上山下给我跑两圈 司令 熊侠子怎么了 他这叫自作自受 他胆肥了 民女也敢枪奸 枪毙他都是便宜他 我告诉你们 现在咱们是国军 国军就那些国军的样 都给我听好了 令政 跑回宅房去 回宅房 回宅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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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有此理 这个田炳城 他就是个日本人的走狗 你说 他竟然当上镇长 这是怎么回事啊 来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二位 对不起啊 我们今天厨子不太舒服 所以呢 今天我们不营业 好吗 对不起啊 不用了 不用了 不好意思啊 慢走 这田炳城当了日本人的傀儡 以后我们林口镇的商人 只有在刀尖上过日子了 他妈的 我说啊 我和他有商业上的来往 这次当了汉奸 以后怎么办 我给他弄清楚 他这个人哪 迟早被人载了 到时候我找谁收钱去 是啊 咱们得马上走了 罗掌柜 告辞了 我们告辞了啊 还有我都说了 我们今天真的不营业 您回去吧 田掌柜 说得是啊 这什么事啊 这是啊 众掌柜 田掌柜 这个家伙 李掌柜 赵掌柜 赵掌柜 田掌柜 楼上请吧 真没想到 好了好了好了 又不着说了 你们这帮人也不动动脑子 我是不同意的 可我没办法呀我呀 满着国的官员都说了 要没人当镇长 哎呦 他 他们 他们就交给日本人 叫关东军军管呐 是吗 哎呦 罗掌柜 啥是军管呐 我想罗掌柜 你不会不知道的吧 啊 那林河镇的老百姓就要遭殃了 不但商会被解散 财产也得没收啊 真要到了那个时候 咱们林河镇的父老乡亲都要做王国奴了 这么说 这么说 田掌柜是为了林河镇百姓的安危 忍辱负重才充当的王国奴 哎呦 你说我不充当 就得庄掌柜 庄掌柜不同意的话 他们还会找你呀 找我 你以为什么呢 啊 咱还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金龙山的事 罗掌柜 我是相信你的 你能不能理解点我呀 田掌柜 你这是在威胁我呀 哎呦 我这哪是威胁你呢 罗掌柜 是提醒 对了 罗掌柜 只要你不为难我 我绝不会说出金龙山的事 罗掌柜 我求求你了 你得理解我呀 罗掌柜 我求求你 你跟庄掌柜他们说说 帮我解释一下行不 罗掌柜 我可就拜托您了啊 那不是我自己乐意的 我拜托您了 拜托您了啊 他就拜托你了 我来 我去吧 去吧 我去吧 我去嘛 我去吧 去吧 他去吧 掌柜他 嗯 这帮小日本一直盯着咱们 我知道 大家心里都特明白 咱这个地方不安全了 该转移了 是吗 他们早晚会下手 那他们还在等什么 不知道 他们手里 你这什么王牌吗 张会你 田炳城当镇长 算是王牌吗 算是吧 这说明联合镇商会已经松动了 掌控联合的势头 已经起来了 尤其是对满洲国来说 那会是一份大礼啊 是啊 是一份大礼 是 是一份大礼 是 是 兄哥 马上就要上路了 兄弟今儿敬你碗酒喝吧 来 兄哥 给兄弟个面 今儿喝一个 兄弟恭喜你啊 马上就要上路了 一路平安哪 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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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娘子喝呀 敬酒不吃吃罚酒 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今儿个我就闭了你 住手 你小子想干嘛 他 出去 你 司令 是 宇哥 你们怎么来了 我跟你赵大哥 是来送你一场的 熊瞎子呀 今天就是逼你 逼你我特别的骂你 你他们有人行吗 路非邦的 谁不就路非邦的规矩 可以抢 不可以偷 可以嫖 不可以奸 你他们敢强奸民女 偏偏还是他们郎中的妹子 她是王大全的妹子 是啊 大总管没跟你说吗 你小子刚上金融山的时候 拉西拉的 他们长得都出来了 不是人家郎中日跑夜店的 给你抓药了 可你偏偏把他 你差点把老子也给害了 郎中要杀了他的妹子 可他还活着 可是你知道兄弟 他生不如死啊 我昨孽 我现在就后悔 你当时为什么他们让你下山 我就是太信任过你了 就像雨哥说的 他爱他们把你当个东西 郭兄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兄弟 你知道吗 我给你赵大哥 我给你赵大哥 真的是舍不得你 谢谢你哥 别的不说了 都怪我平时 没有把思量和雨哥都哈记在心里面 他才酿成今天的大火 郭兄 他奶奶他一直都叫你凶傻子 我今天第一次争交 就他们是最后一次了 好 司令 雨哥 今天你能来看我 我特别高兴 我兄下子 能有两位哥哥 这么其中 我死而无憾 郭兄兄弟 快快请起 没什么大不了的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来 我们喝一杯 来 我选手 兄弟 一路走好 干 干 别激动 走 走 走 兄下子对不起各位 更对不起二鸭姑娘 我先走一步了 放下 慢着 抢给我 你个王八犊子的 好 兄弟 当哥哥的 真的是没有本事救你了 把他们跟你一起走 大哥 等等 等等 在拍下 呃 加油 赵司令 不有话说 无道ré 军法如铁 军令如山 现在是执行的时候了 郑家东 让翠花把话说完 没错 军法如铁 军令如山 可抗日军 不还没成立呢吗 你 既然抗日军没有成立 那就不存在什么军阀 吴翠花 你要知道这熊瞎子犯的 可是金龙山的规 什么山不山规军不军令的 谁也救不了他 我能 吴胖头 你有什么办法能救熊瞎子 二丫已经同意了 只要刘国雄肯娶他当媳妇 他就能原谅他 你愿意吗 我问你话呢 我愿意 四令 这也太儿戏了吧 别再说了 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一生愿意 保了三个人的性命 二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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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同意了吗 嗯 哥 你能答应吗 二丫 哥请你的 我说吴胖头 没想到你这枪法打得好 这点子也绝了啊 真是神了 不是我 是二丫 是二丫 保住了金龙山的两员大将 好 好 好 真没想到 这吴翠花 还真救了熊瞎子的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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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翠花 什么事到了她手里 总有一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方振宇才会那么喜欢她 我们到里面转转 你在这儿待着 对了 有人来了知道该怎么说吧 明白 走 山虎 你还跟着我干啥呀 东哥 跟着你前途无量 前途无量 是啊 你答应俺呢 当营长 我现在都已经是孤家寡人了 还有什么前程 东哥 你背后不是还有党国吗 东哥 你说俺说的对不对啊 对 杀掉无翠花 骆小旺 还有刘国雄 必须要除掉他 你害怕了吗 害怕 俺不就是一个人吗 怕啥 你不会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还有党国 我代表的是党国 当然了 我不是让你去 我是要让你见证 一个党国的军人 是如何完成使命的 是 东哥 好 我期待着 你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那我先走了 东哥 给我 大总管 让我看 梅姑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想看看 这山里面 到底有什么非得好吃的东西 山上的我都吃腻了 梅姑 这山上不让党练啊 那能抽大烟吗 不能吧 大总管 谢谢你这么体贴 落丹的疯狂不如鸡啊 现在就剩下你 对我是有情有义的 枪毙熊瞎子这一招输了 后面有什么打算啊 杀无翠花 还有洛小望 没过 刚才耳朵里面刮到几句 是你说的吧 你不会出卖我吧 你放心 你都说过了 不会亏待我的 我也不会做这种缺德事 这么说 你和我是一条船上的了 聪明人 不说亮话 其实杀无翠花 根本就不用你动手 因为有人比你更着急 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朱雁和 这后院着火吧 是最合情合理的 其他的人 你就可以慢慢来了 此后 到了 只爱dl Feel I be along 怎么在这呢 找你半天了 允哥 刘国兄死了吗 死了 身上打了十八枪啊 啥 十八枪 不一枪就能逼命吗 对呀可惨了 脑腔都崩出来了 眼珠子也弹出来了 这也太惨了吧 那他死前没说什么吗 没留什么银眼 有啊 他想亲自跟你说呢 啥 你看 快去呀 这是怎么回事 你骗我 你不说刘国雄死了吗 我逗你呢 真烦人 到底怎么回事 这翠花知道我不想让国雄死 昨天晚上她做二鸭工作 做了一宿 二鸭终于答应 嫁给刘国雄了 真的 是啊 这国雄当然愿意娶二鸭了 这二鸭也不会去自杀了 还决定要留下来在山上 当女战士 女战士 是啊 多好听的名字 姐真行 我想啊 爹在的话 一定也能想出这个点子的 对吧 二鸭别着急 我给你出气啊 兄弟们 把她给我扔下去 对对对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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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 我说 放开 让 让 让 放开 好 好 你们要摔死我呀 走 这喝好了呀 干吗呀 亲一个 走 走 亲一个 走 现在整个山上都很热闹 他们正要开庆祝会呢 怎么着 大总管 有没有兴趣去凑凑热闹 我去了 行吧 相信大总管现在 心里面应该舒服多了吧 记得 有啥烦心事 就找我没顾 撤了 熊瞎子这小子 今天算死而复生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方振宇还真他妈仗义 他还真舍不得熊瞎子死 来 把酒倒上 我们来为熊瞎子死而复生 干一个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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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不明白了 平时也没见着方振宇跟他处啊 他怎么就这么服他呢 部门司令您说 兄弟们都服 为什么呀 没种莫果 我服他是因为他救过我 你们呢 你 是因为他长相好 看着舒服 有人缘呗 有点 有点 还是他会耍手段呢 宇哥可不是耍手段的人 宇哥 跟着小旺叫的 叫宇哥比较长官顺口 那凭什么就管我教司令啊 是啊 大乡庐山开始都教了这么多年了 能不习惯吗 这大总管平日里对你们的小恩小惠 也不少 怎么就没人缘啊 这里边有学问哪 方大少爷会遇人之术呗 梅姑来了 梅姑 稀客稀客呀 怎么 还在为熊瞎子的事 跟我生气呢 不敢生姑奶奶的气 这扛着枪干嘛呢 打野神啊 这儿都是野神 行了 别拿本姑奶奶开涮了 快下来 这熊瞎子 非但捡了条命 还捎带一个媳妇儿 真是美啊 是啊 交了狗屎运了呗 怎么着啊 听起来你像是在吃醋啊 这熊瞎子 非但捡了条命 还捎带一个媳妇儿 真是美啊 真是美啊 是啊 交了狗屎运了呗 真是美啊 是啊 交了狗屎运了呗 你那哈克镇的媳妇儿 可好啊 美姑 我媳妇儿让小日本 给挂旗杆子上了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 我不知道啊 是真的 我会拿这事开玩笑吗 要不是到哈克镇 给我媳妇儿收尸去 我看上不了金龙山呢 咋的 玉哥救了我 不是在柳飞河吗 那是第二次了 难怪你竟然屁颠屁颠的 跑到金龙山来了 那也总比 屁滚尿流的跑来强啊 你咋不说逃呢 草上飞 行了啊 今天本姑奶奶心情好 就不跟你计较了 咱不说了 草上飞 这天高云淡 鹰飞草长的 天气不错嘛 怎么着 你不想陪本姑奶奶 好好溜一溜吗 溜溜 好啊 第一次来金龙山 都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是个啥样子 好 我来给你当向导 走 走 举 鲠 я 与 不是 你 什么 去 出 好 据张家东说 罗掌柜去了宝林 和军统局的一个要员见面 等他回到金龙山 就会有新的举措 国民政府的武装 把几百万大军晾在一边 却偏偏对几百号人的金龙山 那么感兴趣 我真不知道他们 打的是什么鬼主意 这听起来像个闹剧啊 闹剧 放着老鹰不痒 却偏偏为起山雀来了 我倒是真想会会这个罗掌柜 这个罗掌柜倒是值得会会 当初就是他九死一生 去救了宇哥 而且他救宇哥 为的就是让宇哥上金龙山 那个罗掌柜 还真是不简单啊 如果我们也能像他那么深谋远虑 那么曹上飞的队伍 早就成为我们游击队的独立组队了 不如 现在情况已经基本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游击队的任务 就是要破坏林和镇镇长的庆典 你可以去告诉方真语 我们抗连游击队 可以和他们联合行动 嗯 是 哦 还有 以后那个猎虎小屋 就作为我们的联络点 你有什么情报 可以直接到那里找我 嗯 万一我不在 你就把情报 放在炉灶里面 我会很快拿到的 嗯 是 你看 下面是江 嗯 四龙江 这三面环山 一面临江 这要是被关东军 围了这三个方向的话 那咱们 岂不是变成瓮中之鳖了吗 唯 他怎么围啊 别说是关东军 就是把小鬼子全叫来 他也围不住咱们 曹上飞 你别忘了 当时姑奶奶的寨子 也是这么想的 可结果呢 双风山 不能跟金龙山比 双风山的门是敞开的 金龙山是关闭的 就咱们上山的那条古道 要是没人带着 谁也找不到上山的路啊 哎 就算是他能找着 啊 甭说是用枪 就是用一杆红鹰枪在那守着 他也是万夫莫该 嗯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金龙山 就只有这一条道 明道一条 暗道无数 我来到这这么久 一直在摸索着 可到现在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条道 那 方振宇他知道吗 他跟我知道的差不多 只有张家东 他清楚 锦龙山就是他发现的 茶会散了 司令见了梅姑 还有什么茶会 司令见了梅姑 去干嘛了 我听说好像 去游山了 是啊 去游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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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们去忙吧 是 大通过来 小星纲 嗯 大星纲 嗯 谢着呢 怎么一个人啊 他感觉啊你 你失宠了 怎么说话呢 怎么说话呢 没顾和你不都是形影不离吗 现在和司令游山去了 这没带你呀 我说你蠢吧你还 我懒得跟你说 怎么跟我说话 我告诉你啊 我平时最烦的就是你这种人 没事少搭理我 滚 站住 你的鞋怎么那么丧 给你闻闻 停 兄弟 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啊 你祖籍哪儿呢 你管得真多 来 小兔子 你来了 你来了 小兔子 吃饭了 昨天没受雨哥的气吧 你说刘国雄的事啊 有点生气 你说我也是执行他的命令 对吧 人家一句话 把我弄成金龙山手握了 我非要杀刘国雄干嘛呀 我跟他又没仇 雨哥说了 说要跟你好好谈一谈 不用谈了 咱这说千句 道万句 不如人家一句 怎么了 嫌我姐出的点子不够好啊 不是点子好不好 关键是一种趋势 啥趋势 说多了 你也把我当成吕洞宾了 张大总管 你要非让我说 你输给你解了 我也输 罗掌柜也输了 你爹也输 你把我爹扯进去干什么 大叔想不到有今天吧 怎么了今天 你的男人啊 离你越来越远了 二十几个都是女的 听胡队长说个个能打 作战能力一点不比爷们差 那这事太好了 所以我先去探探情况 看他们那些人能干点啥 心里有个底 那先跟雨哥说一声吧 这样吧 你跟他说我会马骨子蹲一趟 因为我也不想给他增加压力 他现在什么事 都得迁就草上妃 张家东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力量 因为只有有了自己的力量 雨哥说话才有分量 嫂子 你说得对 嫂子 等会儿你从哪条道走啊 好 西山吧 别走那条路了 那条路让我疯了 前面啊 三岔口 沿着左手边一直走 就到黑松林了 你倒挺熟啊 雨哥不是说了吗 既然上着山 就得入道 小望 有件事 嫂子一直想问我 嫂子你问 你说 月和和雨哥结婚那天 你干嘛不告诉我 嫂子 我 其实我也没有怪你的意思 如果你早告诉我的话 我也不至于那么尴尬 嫂子 你已经不在了 开始我和雨哥都以为 你已经不在了 所以后来 算了 别说了 我先走了 走 走 这可真美啊 报告司令 怎么回事 五岁花楼脚望下山了 下山了 看样子 这张家东的担心 不是没有原理的 传我的命令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 去吧 是 哎 你就不怕出事啊 哎呀 出什么事啊 他最多就是个游击队的探子 我看未必 未必 兴许 到最后他会投靠关东君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我是最了解女人的 这只要是带着仇恨的女人 就什么都有可能做得出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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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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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成泛黄的诗篇 在记忆的终点 让你的呼吸留在耳边 爱 在岁月中沉淀 褪色的笑颜 把你的故事散在昨天 你的世界 有太多脆弱被打扰 静静等候 哪怕只多一秒 闭上眼 回忆缠绕视线 每一次呼吸 都依赖对你的怀念 永远会有多远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只是躺下的诀点 一双眼 回忆缠绕视线 每一次呼吸 都依赖对你的怀念 永远会有多远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偶 christ 仍的als 畔公 永远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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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